傲天下 快意恩仇一妙侠 古龙长篇巨著 陆小凤传奇 爱报两眼播 斜街窄短门面小 别有洞天藏玄傲 罪魁祸首金服珠 却到隐情起波涛 金九龄笑着对陆小凤传 公孙大娘这个女人啊 她是一条毒蛇 我的胆子并不大呀 至少我还得提讽她 咬我一口啊 陆小凤传 就因为她现在不能咬人了 所以我才不放心 怎么 毒蛇也有不咬人的时候 我已经逼着她吃梨大瓶 她自己的独门迷药 七日醉 就算她能醒过来 至少还有两三天 她都不能动 金九龄在听着 七日醉 这种密药 她好像在哪儿听过 陆小凤又说 所以 这两三天之内 你随便对她怎么样 她都没法子反抗 可是你要是真的对她怎么样了 你就惨了 我也惨了 你要是不放心我 为什么不留下来 杜小凤说 因为我更不放心 西门吹雪 她好像已经准备穿窗而出 又停下来接着说 我还有件事情 要你替我做 请教 以我问出雪冰的下落 我可不会逼人的口 我知道 你会 金九龄承认说 就算她是个石头人 我也有法子 要她开口 金九龄忽然又说 外边有匹马 那是我骑了的 江湖中 都知道 金九龄 是当世的伯乐 他最善向马 他骑的 那一定都是好马 陆小凤已经走了 带着那尊波斯葡萄酒 一起走的 下面传来了 提升和马斯 片刻间 他就已经去远了 那的确是一匹快马 金九龄推开了窗子 往下面看了看 院子里有个人 在向他点头 陆小凤在马声 马蹄声 已经听不见了 金九龄才 闭起了窗户 走到了桌前 将箱子里的 女人的衣袖 卷起来 那春藕般的玉壁上 有一块铜钦般 大小的紫红的胎迹 那形状就像是 一段云 金九龄仔细看了两眼 她的嘴角露出了 得意的微笑 喃喃地说 果然 果然是公孙大娘 金九龄怎么知道 公孙大娘的壁上 有这样一块胎迹 女人的这种秘密 她本该只跟 最亲近的人才说 金九龄关起了箱子 提了起来 匆匆地走下冷楼 前门外 已经准备了一顶 绿容小轿 金九龄提着箱子 坐上了小轿 抬轿的大汉 正是阳城 最得力的两名捕快 不等金九龄吩咐 放腿已经开始急醒 金九龄坐在轿子里 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神色 现在 计划已经完成了 十分之久了 轿子专走小巷 转过了七八条巷子之后 才走上了正部 巷口停着一辆黑漆马车 金九龄提着箱子 瞎叫上车 车马急行 赶车的挥边打马 控制自如 他竟是阳城的名捕 鲁绍华 街上已经看不见行人了 没走过的一条街 没走过的一条街口 两旁的屋脊上 都有人挥手之意 附近没有刻意的野行人 马车的后边 也没有人跟踪 车马又转过了七八条街 连在屋脊上守望的人都没有了 马车要去的地方 只有车里的两个人知道 西城角有一条斜街 短而窄 这条街一共只有七家店铺 店门那全都是古老破旧的门面 其中有三家卖的是古董字画 大半是雁品 还有两家是胡表店 一家很小的客饮庄 一家游散铺 这本来就是一条很冷落的街道 只有那些又穷又酸的老学鳩 才会光顾这些店铺 而车马呢 却在这条街停下来了 金九龄一下车 鲁绍华就又立刻赶着车 走了 一个半龙半瞎的老头子 已经打开了那家胡表店的小门 金九龄提着箱子闪身而入 店铺里挂着一些还没有表好的低劣的字画 金九龄掀起了一张尾帽的唐伯虎的宴品 将墙上的砖头轻轻的一掀 就立刻出现了一道暗门 门后边是一条很窄的密道 走过了这条密道 再打开一道暗门 眼前豁然开朗 那竟是一个花木服输的小院子 院子虽然不大 但是一花一草 那都是经过刻意精明 看来别具将心 花木的深处有三五间金社 已经有两个名谋善赖的锤条的小丫鬟 在街前巧笑着相迎了 公孙大娘终于醒了 她醒过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已经到了一间极其精致的女子的闺房 她躺在了一张极其华美的床上 屋子里弥漫着一种比兰花更清雅的幽香 却不知道那乡是从哪里来的 公孙大娘静静地躺着 没有动 因为她根本就不能动 小窗上日影偏斜 还没有到黄昏 窗外有音声纠转 却不见人手 公孙大娘忍不住呼唤 这里有人吗 没有人 没有回应 公孙大娘呼唤的声音也不大 因为她根本还没有力气 公孙大娘咬着牙 她恨恨地说 陆小凤 你死到哪儿去了 总有一天 我会要你死在我的手上 公孙大娘只能躺在那里 等 然后她的脸胀的通红 因为她急得要方便 可是她用尽了力气 她也不能动 再叫也没人来 直到她实在没法子控制的时候 她只有方便在床上 这实在是一件要命的事情 床已经湿了 她却还只有动也不动地躺在那儿 她气得忍不住要哭了 陆小凤 总有一天 我要叫你想死都死不了 突然间 杖顶上一样东西掉下来了 掉在她的身上 那竟是一条蛇 公孙大娘平生最怕的就是蛇 她的脸已经吓得发绿了 却还是不能动 她只有眼睁睁地看着这条蛇 在她的身上啪 她想叫 已经吓得连声音都发不出来了 眼见这条蛇就要爬到她的脸上 突然间人影一闪 一个人出现在床头 轻轻地伸手一夹 夹住了这条蛇 摔出了窗外 公孙大娘总算 总算松了一口气 脸上都是冷汗 这个人却在微笑 看着她 柔声说 大娘 你受惊了 这个人虽然是中年人 看起来 看起来 却很潇洒 身上穿的衣服 无论谁都看得出 那是第一流的质料和手工 脸上的微笑 却比她的衣衫 更能打动女人的心 是公孙大娘瞪着她说 你 你就是这里的主人吗 金九龄点了点头 你这屋子里怎么会有蛇 蛇 蛇是我特地捉来的 为什么 因为我一定要试试 大娘你是不是 真的不能动 公孙大娘恨恨地说 你们不但给我吃了米药 还点了我的穴道 还不够吗 我一向是个很小心的人 尤其是对大娘你 更得特别小心 你 你就是金九龄 想不到 直到现在 你才认出我 公孙大娘咬着牙 恨恨地说 那个姓陆的王八蛋 他死到什么地方去了 现在 现在他已经交了差 他已将大娘你 从头到脚 全都交给我了 这是什么地方 你为什么把我带到这儿 这个地方虽然不好啊 至少总比 牢房里舒服些吧 我知道大娘 一定没有到过牢房 那地方 简直就像猪窝呀 那到处都是蚊子和臭臭 像大娘你这么娇嫩的人 到了那里 不出半天就被咬得全身发肿 你要是救 立刻就会挨一顿鞭子 要是运气不好 遇到凶恶的牢头 说不定 还会淋你一身臭屎 听到这儿 公孙大娘的脸 已经发绿了 金九龄看着她 淡淡地说 你总不会真的 想让我把你送到 那种地方去吧 公孙大娘突然冷笑声 哼 其实你心里想要什么 我也知道 哦 你 你知道 你只不过想要一张 我亲笔写的口供 公孙大娘果然是聪明人 你就是让我承认 我就是绣花大盗 承认 那些案子 全都是我做的 哼哼哼哼哼哼 不错 只要你肯写 这样一张口供 我绝不会亏待你 否则 否则怎么样 啊 附近的蛇多得很啊 我随时可以抓个百八条 回来的 你怎么知道我最怕蛇 我知道的事情一向很多 公孙大娘突然又冷笑起来 哼哼哼哼哼 其实啊 我知道的事情也不少 你知道什么 公孙大娘顶着她 一字字地说 我至少知道 真正的秀花大盗是谁 是谁 是你 真正的秀花大盗 就是你 金九龄静静地站在了床边 他那动人的微笑已经看不见了 他脸上连一点表情都没有 公孙大娘冷笑着 接着说 其实从一开始 我就已经在怀疑 那秀花大盗就是你 我也知道 从一开始 你就想让我替你背黑锅 就算我真是那秀花大盗 你倒说说 为什么我要选择你 来替我背黑锅呢 因为 我本就是个行踪很神秘的人 谁也不知道我的底细 你无论说我做了什么事 别人 都很容易就会相信 就只因为这一点 这当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还有什么别的原因 最主要的是 我的姐妹之中 本就有一个 是你的同谋 你想让我替你背黑锅 替你死 我要死了 她就正好将我的地位去而代之 你们用的 本就是一时二鸟之计 金九龄的脸色 变了变 但是 即刻就恢复了自然 她淡淡地笑了一下 嘿 你已经知道她是谁了 公孙大娘说 到现在为止我还不能完全确定 但是 迟早有一天 我会查出来的 可惜啊 那一天也许永远都不会来了 公孙大娘说 你知道这些案子发生之后 别人一定会找到你的 因为你是六扇门中的第一名部 别人永远也不会怀疑到你 你说对了 我的名声一向很好 你去找陆小凤 因为你认为只有他一个人 才能对付我 他的确是个很聪明的人 这天只怕连你也不能不承认 我承认 我只承认他是个猪 他若是个猪 你怎么会落到他的手里 他也许是一条比较聪明的猪 但是毕竟是猪 就因为他是猪 所以一开始就被你诱入了歧途 你故意将绣着黑牡丹的红段子交给他 你知道他一定会拿着去找薛老太婆看的 我也知道 薛老太婆一定看得出 那是女人绣的画 所以 陆小凤一开始就错了 他居然认为绣花大道真的是个女人改办的 金九龄说 就因为他相信薛夫人的老眼不化 绝对不会看错的 公孙大娘又说 然后 你再故意要司空摘星去偷那块红段子 送到江青霞那里 因为你知道江青霞是我的姐妹 说下去 从那个时候开始 陆小凤就已经认定 这件事情必定是红鞋子姐妹们做的 你不要忘了 司空摘星本是陆小凤的朋友 他怎么会听我的话去骗陆小凤呢 因为他是神偷 你是神卜 神偷也难免有失手的时候 他一定曾经落在你的手里过 你知道这个人迟早一定会有利用的价值 所以就故意施恩于他 将他发过 这件事本来没人知道的 你肯定是猜出来的 公孙大凤并没有否认 他接着说 哼 就凭这一点 陆小凤他还不会怀疑到我的身上 不错 你知道他到了阳城 一定会去找蛇王的 说得好 蛇王难道也是我的同谋吗 他当然不是你的同谋 只不过他也像司空摘星一样 受过了你的恩 所以他才甘心被你利用 这次你猜错了 阿甘心被我利用 只不过因为他 别无选择 为什么 阳城的捕快 那都是我的徒子徒孙 我又成为王府的总管 他若敢不听我的话 我随时都可以将他那帮兄弟连根铲除 公尊大娘又说 你知道 七月十五那一天 我一定会到西元去的 所以 就要他将陆小凤又到西元去 是吗 告诉你吧 你的行纵 别人随不知道 我 了如指掌 那是因为我的姐妹这种 有个人一直在跟你暗通消息 金九龄居然已经不再否认了 他接着说 对 我假造了一封信 故意要蛇王给陆小凤看见 因为我知道陆小凤一向不愿意欠人的情 他一定会替蛇王去赴约的 从那个时候开始 陆小凤才怀疑到我是吗 金九龄说 你本不该请他吃那种糖炒栗子的 公尊大娘冷冷地说 那天 我因为有事才回到西元去 我做事的时候 一向不愿意别人挡我的路 但是他却偏偏要你去替他找红鞋子 所以 他那天没有死 实在是他的运气 金九龄听到这儿 微笑着说 也是我的运气 灵溪神旨 奥天下 快遇恩仇一妙侠 他是谁啊 他叫陆小凤 是一个有四条眉毛的人 四条眉毛 一个人怎么可能有四条眉毛呢 小天下 恩恩远远何时才能修吧 古龙武侠巨著陆小凤传奇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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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有所欲望 我还没听过 他还没听过 在哪里 我还没听过 这一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